同学你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汉字与中国文化中的五谷风登 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和五谷有关的 和米麦酒这些汉字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和这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和字 甲骨文和经文的字形一脉相承 特别是经文的字形 它特别突出垂下的饱满的骨粒 沉天天的骨髓下垂着 那么和它的本意其实就是骨字 那么说文解字说和加骨也 二月始生八月而熟 得时之中互为之和 要知道在汉语词源中 和鸟的和和我们中和和谐的和 包括畅和的和等等的词都是同源的 它表示的是要经过精细的加工才能耕种出来的 农作物也就和草这样草草生长的植物形成了区别 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了耕种 诗经七月是一首著名的关于农作的一首诗 那么这里的和它用的其实一个是它的本意 一个是它的隐身意 和指的是骨子 那么它脱壳之后呢 就是小米 它的本来的意义专指的是一类专名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小米 那么在黄河流域 它是地处高原土质疏松 移于重谷 那么后来的和字就成了各种谷类的总称 七月中写到十月那和家 蜀记同路和麻书脉 前面的那和家说的是和的总名 而后面和麻书脉说的是具体的谷名 和麻和书和脉相对而称 那么在这一组字里面 相数 相记 相路这些字 也是从和表示的是不同的庄稼的名称 李济月令说 中秋之月 和乃登 在中秋的时候古物丰收 李深的闽农写道 除和日当午 汉堤和下土 这些和都表示的是和的总名 在汉字中间 由于古人和耕作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田园诗中写道 诚心理荒会 带月和除归 这诗中间虽然可能带着陶渊明的一些诗意 但确实是当时耕种生活的写照 人们和庄稼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汉字中 从和的字也和不同的和古物有关的字有了密切的联系 那么古的生长也有不同的状态 种的特别密也不好收成 种的特别疏松它也不好收成 基于这样的观念 中国古人造了不少和古的状态有关的字 比如说稠密的稠字从和 稀疏的稀字从和 积累的积字从和 它都是和和苗的不同的状态有着关系 那么种植庄稼有关的动作 比如说种、架、色等等也是从和的 在中国的早期是以粮食作为发放的路的 因此和收成租税有关的词也是从和 比如说忍和年表示一年的概念 是和庄稼一年一收有关系 那么收的租和税最早是以粮食作为食物征收的 因此它是从和 那么要称这些粮食要怎么样 也要去用不同的计量单位 因此科还有成 还有包括称重的称子都是从和 也是跟收取租税这样的历史文化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和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跟庄稼有关的 便是米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甲骨文和小镇中的米 这个米字就像的是米粒之形 所以收文解字说 米粟食也像和食之形 是和谷的结的果实 其实在古代汉语中间 和米粟这些字是骨子的不同形态 后来意义泛化也就发生了变化 刚才所说的和这个字是骨子的名称 那么和所结的果实还没有脱壳的时候 就是粟 脱了壳之后它所结出来的那一粒粒就是米 那么后来随着地域的不同 北方的米指的是粟米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小米 南方的米是稻米 也就是常常我们说的大米 那么米后来也泛指 但凡是脱壳脱了皮的种子 都可以称为米 比如说高粱米 还有花生米说的是花生的那个人叫做米 这是米的隐身意 那么米作为部首也参与足够了许多跟粮食有关系的词 周里冲人说 周里中间对于米的记载 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粮食作物有着精细的分别 因此米字首先可以表示的是不同名称的米 比如说粮还有高粮的粮素食精米 这样的米都是不同的粮食品种 那么米可以做成不同的加工 比如说粥和米都是表示用了煮的加水的米 那么糖糟粕是用米去加工形成的东西 它可以表示和粮食有关的名称 那么米还有不同的状态 是精还是粗 是精粹的还是粗糙的 那么这些和粮食不同的品种有关的状态 那么也就形成了一组跟米的精细有关系的形容词 这些字从米和古人对于米的辨别有关系 那么这些字都是从米有关的汉字 那么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物则是麦 那么麦这个字我们看一下甲骨文的字形 上面像什么就像是河谷 但是它突出的是麦它有针尖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针尖对麦盲 那么上面那个字就是来去的来 来在古代其实是一种作物 它有着非常尖锐的盲 根据诗经的记载 天降加古赐给了周人什么呢 赐给了来和麦 麦这个字下面的字形像什么 就是一个向下的脚 古人背着麦 它和人们的日常耕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麦的本意表示的就是一种谷子 说文解字说麦芒谷秋中后埋故味之麦 诗经桑中写道 元采麦矣末之北矣 那么讲完了米和麦之后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一种和米有关系的加工作物 那便是酒这个字 酒啊 它是要通过粮食加工 然后经过酿造之后所加工而成的 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 粮食经过发酵之后可以酿造为酒 但是酒却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一种之作 说文解字在酒下介绍了关于酒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宜迪 宜迪做了酒捞 那么大雨长了之后发现很美 但是因为它非常浪费粮食 所以碎书宜迪 那么树酒也就是高粱酒 是由杜康发明的 所以我们知道何以解忧为有杜康 后来杜康就可以戒指为酒 那么从米从脉的一些字 还有从有的一些字 都和酒饮是有关系的 那么酒这个字造字的时候 它其实是从有分化而出 什么是有 在我们汉字部首中 有不少字都是从有 它像的就是一个大坛子 大大的肚子细小的口 是用来盛放酒的容器 那么后来酒是流动的 在边上加上水旁 就造了我们今天的酒字 那么所以说在我们汉字部首中 很多跟酒有关的字 也都是从有旁 便是由于酒所从的那个有 最早就是酒字的本字 那么酒其实是周人在分收之后 用米去酿造的 周颂是周人用于祭祀的诗歌 在周颂的封年中写到 封年多数多余 亦有高龄 万亿几子 在丰收的时候 收成非常非常的多 他们才为酒为礼 真碧祖碧 一茶百里 降福孔芥 那么酿造为酒 酿造为礼 敬献给他们的祖和碧 敬献给他们的祖先 这样才是会希望祖先能够降下升福 所以说在先民中间 粮食作物和他们的生活 有着太密切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 所要学习的五谷丰登 和米卖酒 这些和古物有关的汉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